哈喽大家好啊 那我们正式的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设置啊 就是说在本地网络上 也就是说 我们把网络改成默认的方式 不用任何什么弯弯的节点之类的 来我们改一下啊 我们把这里改成默认的都是默认的网关 比如说191的1 然后 这里的 DIS服务器也都改成 192的168.0.1 也就是默认的啊 OK 确认 啊我的网络连接 正常的啊没有任何做任何加速 这时候我们再去打开我们的电视直播 看到了吗 顶上那个4G TV 然后我们直接打开全部频道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就是所有的内容都展示在大家面前了 那他所有的频道分类 我自己现在做了一个 小的分类 大家如果不喜欢的话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做分类 OK 看到了吗 这时候我们在随便打开一个频道 可以看看他能不能加载出来 随便打开 这时候我们打一个 新闻吧 OK稍等 大概几秒钟就可以加载出来了 看到了吗 直接出来了 可以随便切换 也是可以出来的 这时候 他的播放是非常快的 比如说你加点频道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大家 看一下今天我今天要给大家 说的这个项目 其实还是关于4G TV 但是 不需要什么网络了 我们直接来看 而且你的部署地方也很特殊 我们来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亨 欢迎大家来到本一期的新视频 今天我们给大家继续来介绍 关于电视直播 那今天我们 还是依照往常的顺序 给大家 介绍一下 这个今天的项目 今天项目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特征 就是我们不再依托于任何什么弯弯的节点 或者是IP 我们直接来部署 然后直接来看 而且是你国内可以直接访问的 因为它是默认的有CDN加速的 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我们在 Cloudfire上 直接来部署 好 跟着我的节奏 马上开始 好 我们来到桌面上 第一次 我们打开这个桌面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就是本项目 这个项目中大家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是非常简单的 为什么说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 我们如果每个人搭建过相关的免费节点的话 应该知道 Cloudfire上可以直接用GS文件 直接来搭建免费的节点 这个方式和方法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它的流程 就比如说他这里说你需要一个 Cloudfire的账户和 自由的域名 这个自由域名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有了自由域名 你可以解析到你的 Cloudfire上面 这时候你的整体的项目 在任何 网络下都有一个全球的加速的一个效果 但如果使用了默认的这个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 Walker的部署之后 那他这个项目可能这个访问 会有其他地方不能访问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 网速没有那么快的情况 被屏蔽掉的一个 情况 所以大家要熟知一下 如果你没有自由域名 其实也可以实现的 这个 就看个人情况了 目前来讲 他说需要的是一个账户和 自由域名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这个项目的部署的过程 就是说他在首页之类的 这个东西一会我给大家具体操作再讲吧 这个非常的简单 然后绑定域名也非常的简单 重点是要跟大家 再次强调一下 他的一些必要的说明 如果你觉得他有风险 你那你自己 避量避免 用你的主的一个cloudfair账号去部署 还有一个就是命名的时候 你无论是个项目的名称 还是你的域名等等 都不要带相关比较 不太规范或者是违规的一些用语 哪怕你部署的是4GTV 你也不要用4GTV去命名 因为有可能你的这个特征会被扫描到 或者说你的流量被流失掉 明白了吧 所以 该做的风险提示也可以大家说了啊 还有就是免费账户 他每天有将近有 看一下啊 有10万次的一个请求数 也就是说你自用的话 这个基本上是完全够用的 如果说你这个用来做什么项目分享的话 这可能会触及一定的风险 比如说你账号的一定的风险 好吧 OK 我们就直接来看吧 最终他说实现的效果是 有一部分地区可以 直连观看 明白我刚才在 视频开头给大家说的效果了吧 OK 我们就直接来部署 我们直接把项目 和书名 一分为二放在屏幕上 OK 我们把这个已经设置完成了啊 我们 首先呢 第一步就是你在 cloudfair上 打开你的计算和AI 这一部分 大家再具体看一下 这个部分 然后 打开里面有一个work and page 打开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 创建应用程序 然后 在选择 从Hello World开始 这一步 点击开始 非常非常简单 就移植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了 名字你可以不改 又用他默认的就可以了 直接点击 右下角的部署 OK 我们这就把最原始的一步 就部署完成了 再一个就是 编辑代码 在 他的 右上角 有个编辑代码 选择这里 点击 然后 去打开 项目 地址 里面有一个 Worker的文件夹 Workers 然后打开 打开里面有一个 Workers.js 的文件 把它打开 点击 点击之后 他就有一个 混淆后的一个代码 组成 我们可以把它 双击呀 全选都可以 你甚至可以在这里 copy 这个文件也可以 复制这个文件 复制 然后把 右侧的 这里面所有的代码 给清除掉 清除干净了 大家确认清除干净之后 然后 然后再用你的键盘 Counter 加V 去粘贴 因为这个时候 它就会 自动 付上去 如果你 用鼠标的话 它可能有一定的权限 所以我们这里 粘贴好之后 我们直接点 右上角的 部署 这个其实 大家 部署过相关节点 是非常 简单的 看到 绿色的提示 版本已保存 OK 这已经保存完成了 我们直接点击 返回项目 这时候大家 可能就觉得 是不是 我这个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 再返回这个 项目的主页 看一下 这个 获得相关列表 是怎样去完成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是怎么完成的 他就是说 在你的 域名上 加上这个内容 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这个 斜杠 还有后面的内容 把它复制一下 包括他这个 也可以 这Worker的 也是可以的 把这个 复制一下 大家看准了 一定是 斜杠 问号 list 等于 处 这段 复制一下 然后继续 在你的项目里面 直接访问 该项目 就是这里 蓝色的 直接点击 点击访问 这里会显示一个 no phone的 没有什么内容 对不对 直接在浏览器的 地址栏输入 然后 粘切我们刚才复制的 OK 然后点击确认 访问 看到了吗 生成列表 大家已经完全的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给大家 放大看一下 看到了吗 非常非常清楚了吗 已经列的非常非常清楚了 但是这是紧紧的 开始的第一步 如果你的 网络 允许的情况下 那全球 范围内有些 第一方是可以看的 如果你为了更保险 那一定要绑定一个 自定 的 预名 那我们继续返回这个项目啊 返回这个项目 部署项目之后 我们再点击 设置 设置的第一项就是 预 预和 路由 是吧 预和路由 直接在这 方向上 在这里有一个 就是添加 然后有一个自定义的 预 这里我们直接填写 我们自己需要的 就比如说 我们取一个名字啊 不要加什么 题位的 随便 就比如说 看 拼吗 看 然后点 然后选择 你的主域名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往期视频都讲太多了 你的主域名 OK 出之后 他会自动的给你应识到这里面来 他就会告诉你 这已经 可以的 我可以用这个域名了 完整的域名 然后点击添加域 添加完成 这个时候 我们 其实还是可以做另一个操作的 因为你已经绑定了 自定义的域名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原始的 Worker给他们分配的这个域名给取消掉了 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 进用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刚才访问那个地址 这个地址 就不能访问了 不行 我们刷新一下 OK 他已经不能访问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用新的域名去访问就可以了 我们复制这个域名 一样的啊 域名粘贴到你的 入口内 然后在斜杠 加上我们刚才 复制的那串 后面的 列表 更替啊 这一定不要错啊 就是斜杠 问号list等于处 然后直接访问点击确认 OK 看到了吗 一样的内容啊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域名 里面不放的域名地址 都已经变成了 你自定义的域名 非常的简单 是吧 然后点击随便啊 我们直接点击复制 粘贴一个啊 复制一个 呃 然后去打开 比如说我的右下角这里 已经开着一个 VPN加速 那我们把它关闭掉 把这个节点关闭到 清除代理 这时候我的网络就是一个网络直连 国内直连的情况 那我们 直接打开 PotPlayer 直接我们输入我们 打开 然后打开链接 输入我们刚才的一个 已经部署好的地址 点击一下 确定 看看能不能有 视频流出现 我们稍等一下 OK 它已经出现了 这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就不给大家多看了啊 因为毕竟版权的原因 所以大家自行的去部署 去观看一下 就完成了 今天所有的 就 就到这 刚才我已经说已经部署完了 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其实大家用这个播放列表 还是有使用上的麻烦的 对不对 对了 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有能力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它的TG账号 在这里 它在生成列表里面 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提示了 大家可以关注相关的TG群组 可能获得 更好的一个收看体验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 我发现 一开始部署的时候 它是一个1080P的一个清晰度 非常好 但是现在呢 虽然 嗯 720 但是也 还是算清晰度可以的 非常好的 但是 如果需要相关更高清的 可能你要去群组 获得更 新的代码或者相关的内容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分组的话 大家可能 目前来看啊 它是一个非常乱的分组 而且它是 没有 所谓的我们能用的 M3U的那种播放的文件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分类和分组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OK 我把我相关的分组给大家看一下 啊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 当下来 就是你直接下载下来 直接来用 就是 可以 用的啊 怎么用呢 首先来说 这里面所有的内容 去更换一个内容 叫做域名的名词 其他的应该 没有重复的 我们直接 啊 Ctrl 加 F 也就是说 查找或者是 啊 更换 这时候我们 要更换哪些内容呢 首先 就是说把这个域名复制一下 然后把你自己已经 就是说 映射的那个域名给填上去 比如说我这里 映射了一个什么 什么 IP点 比如说啊 zctv 点 看 对吧 就比如说我映射的这个域名 我自己的自己定义域名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一定 全部替换 OK 就把所有的 东西都自动替换掉了 这时候你的频道 也会自动的 进行一个 新的分组 同时 是你自己 可用的IP 那我们这个 M3U的文件 你可以在本地 直接来查看 也可以放到你的 服务器上面 来做一个 映射呀 或者是直接浏览呀 都是可以的 这个服务器怎么讲呢 给大家说一下 在我的视频频道里面 其实 还有一个 就是 教大家怎样去 放这个 PVP 或者是 M3U文件 我记得那期视频 给大家找一下 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频道 自行进去搜索 和看一下 在这里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说 你如果有一个 自制的 M3U的文件 我怎样去实现一个观看 或者是 放到哪里 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已经有了 就是 这两期 自我管理这几个大字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这几个大字 自我管理这两期视频 大家去 研究一下 观看 甚至 你可以 获得 意外的收获 就比如说 今天获得 M3U的文件 我就可以直接 拿它来用为 我在线的一个 播放地址 就是这两期视频里面 大家 自行的去寻找答案 好 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 关注一下 我的视频频道 也给我的视频 多点赞 我们 其实 大家的支持 是我 最大的进步的动力 今天视频 就到这 今天的项目的部署 其实 非常非常的 简单 但是大家 如果 有能力的话 大家关注一下 我的视频的频道 或者是加入我的会员 可能有更多 新鲜 或者是早知道的 一些内容 分享给大家 还有就是 如果你需要 特殊的 比如说 需要一对一的 一个指导 也可以加入我的视频会员 这样我才能跟大家 更简单 更快捷的 交流 好 我们今天这个项目 整体就讲完了 其实大家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关注一下 原来的开发者 因为 是这样的 目前来看 他的 一开始的部署 是1080p的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啥 目前来说 已经 作为一个 停止的状态 属于一个 720p了 1080p的 这个部署 可能在他的群组里面 可能会有特殊的代码的一个分享 希望大家也可以在他的频道上 分享更多的内容 就是说 还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cloudfair上面 部署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注意你的网络吞吐量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你最好做好一定的网络访问的一个限制 就比如说你的命名啊 就比如说你的这些token 你的这些 访问次数啊 一定要是受到限制的 不要最 肆意的去 滥用 因为滥用的情况下 会导致你的 号码 被封禁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如果你 实在觉得这个项目 有风险的话 你可以用自己 注册一个新的cloudfair的 账号 然后去部署 也是可以的 好我今天给大家重点讲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都放到结尾上给大家说了 大家一定要把视频看到最后才能知道这些风险 提示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有意思的视频再见吧 我是大鹤